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年,我是全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特别有意思 电影的名字叫人性 但是却给我展示三个特别十分特殊的人生 电影的女主莱拉是一名自然作家 在她光鲜亮丽的身份之下 却有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她12岁刚刚开始青春期发育的时候 被诊断出患有激素混乱的疾病 说的简单点就是突然间全身开始长出浓民的毛发 医生也束手无策 这就意味着她必须面对这样的人生 到了20岁,她因为自己浑身长毛 只能去小剧场做了特约演员 在台上扮演女金刚的莱拉 当看见台下的观众眼神时 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晚上回到家后 她正准备在浴室里面结束节的生命 突然她看见那只小老鼠一直盯着自己 这一刻她突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她觉得自己人类社会格格不入 于是她走入了森林里生活 在这里,杜蒙不在乎她是不是浑身长满毛发 没有异样的眼光,不用再自卑的每天刮毛 在森林里快乐生活的莱拉 将自己在森林中生活的日常写成了小说出版 没想到却管受好评 于是在过了十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后 她突然觉得自己渴望谈一场恋爱 于是她将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美容师好友 原来这些年,莱拉虽然在森林里自在地生活 但是面对自己毛发旺盛的问题依旧是烦恼的 不过科技越来越强大 当时已经出现了激光除麻的技术 只是莱拉的问题比较严重 需要连续接受两年的治疗才可以彻底根除 这也让她和美容师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得知莱拉渴望恋爱 美容师主动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生 原来美容师的哥哥是心理医生 她从哥哥的病例名单里面找了一个 边边有理,生活之旅的医学博士内生 并安排了两个人相亲 可以说两个人在相亲后迅速打成了火热 莱拉热爱自然 而内生每天只是最先于研究动物是否能够被叫化 她现阶段的实验 就是让小白鼠能够使用刀叉近神 看起来好像两个人都很和谐 很喜欢研究自然和动物 但是细细想想就会发现 两个人的研究方向完全是相反的 不过被恋爱冲昏头脑的莱拉 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天两个人到森林里远逐 突然一个声音闪过 长期生活在森林里的莱拉 确定这绝对不是什么野生动物 于是一路追得过去 为了让对方不害怕自己 莱拉脱掉了这件衣服 一路追赶 当她终于追上的时候 发现她追逐的居然是一个真实的人员太上 也许是第一次见到女人 人员太上失足从树上摔了下去 而这时赶来的内生 发现太上后如获自保 她让莱拉帮自己把太上带回到实验室 虽然莱拉觉得应该让太上待在森林里不被打扰 但又不过内生的大道理最终妥协了 而可怜的太上醒来才发现 自己被关在了一个玻璃房子里 自己的脖子还被套伤了电机波环 只要她反抗破坏 就会被电机惩罚 内生兴奋地看着这个实验对象 并让自己分杀的法国女助理给太上起了个名字 女助理为太上起了个名字叫帕夫 也许是太激动了 内生的一些无意间的话语 刺激到了分杀女助理 于是当天晚上 女助理就开启了电话聊杀模式 而在浴室里的莱拉听见的内生 一直接电话觉得奇怪 于是大声自问 也许是心血 内生显得手足无措 她丢下电话 想要去浴室里和莱拉解释 然后一开门却发现 莱拉正在刮身上的毛发 内生惊得手足无措 于是夺门而出 而莱拉发现内生在得知自己的问题后 真的无法接受还丢下了她一个人 于是伤心大哭 但是这时 她突然发现电话并没有挂断 分杀女助理听见了这一切 于是兴奋的穿上了性感的睡衣 驱车来到了实验室 正如她所料 内生躲在实验室里 一番勾引之下 两个人居然当着太上的面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也给太上的心理埋下了阴影 太上开始配合内生实验 因为她不想被一直关在笼子里 而内生一面顺利的进行实验 一面和分伤的女助理调情 将可怜的莱拉全部拔到脑后 可怜的莱拉却无法对内生忘情 她甚至改变自己 化妆图指甲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温柔 最终内生还是决定回到莱拉身边 而女助理凤然辞职 于是莱拉接替了女助理 由于太上的奴隶配合 实验已经将她存一个原始能 变成了一个如内生一般衣冠楚楚的伪君子 而这时 内生又开始和女助理偷情 并且确定自己已经不爱莱拉了 可怜的莱拉拆穿了内生的谎言后 凤然离开 而内生居然带着她 因无要的实验作品 泰桑自出演讲 白天体验泰桑 帮她赢得的鲜花和掌声 晚上在泰桑的隔壁 盘若无人的和分伤女助理 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 搞得泰桑精神崩溃心圆热马 而分伤女助理还不忘勾引泰桑 正在这时 莱拉终于彻底的聚热剧的麻烦 此时轮到莱拉复仇了 她在美伦斯好友和男朋友的帮助下 将泰桑带出了实验室 她带着泰桑回归自然 在看见自信美丽的莱拉时 内生又开始动摇了 最终她决定到森林里去寻找莱拉 当看见莱拉和泰桑 两个人在森林里赤身裸体 觉得生活 内生突然觉得 自己一直生活在束缚之中 从来不知道自己内心 真实的情感和想法 她突然希望 自己也能够像莱拉和泰桑那样 最多活着 然后泰桑突然捡取 内生无意间丢到地上的枪 她痛斥内生自以为是 拿她来做实验 以为自己能够救赎她 然后却根本不知道 什么对她来说才是最好的 最终她一枪结束了内生的生命 看见内生倒地 莱拉觉得泰桑所经历的一切 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她不希望泰桑再被人类社会 所束缚和破坏 于是选择自首 而在最终的法庭辩护中 泰桑作为正能和受害者 向所有人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除了最后 她将打死内生的内枪 说成了是莱拉做的 最后她冲着电视镜头 承诺自己将继续回归自然 以最真实的方式继续接着生活 而正在经历里 看到这一切的莱拉 明白这是泰桑和她 做最后的告别和承诺 不经热泪盈眶 接着泰桑走出了法庭 走上街头 她无谓的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在就要回归自然的时候 泰桑的母亲出现了 原来泰桑的父亲是一个精神患者 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缘合的父亲 偷走了泰桑 将她带到的森林里生活 当时泰桑依然坚定和母亲告别 因为她决心 一定要回归自然 去忠于自己的生活 当她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人群也渐渐的消散 森林又恢复了宁静 只是突然一辆蓝色的轿车 停在了路边 镜头一转 泰桑居然坐上了副驾 而开车的居然是风沙的女助理 泰桑一改刚才的衣服反顾 穿上了女助理为她准备的衣服 她甚至更喜欢女助理 给她起的小狗的名字 原来一切都是两人的计划 控制泰桑 却又近四千的内生被处理 而莱拉心甘情愿的顶缀座牢 最终那已经成为一关禽兽的 泰桑和风沙女助理逍遥法外 这是多么的讽刺 也许这才是人性 原本的泰桑是一张白纸 但是经过内生和风沙女助理的熏陶 她最终变成这样 所以环境真的很重要 好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